继去年市长林智坚的五星学习之旅 花莲县长徐振卫日前也率领县政府团队参访新竹市 并且跟新竹市的市政团队进行互动交流 尤其在公园建设政策执行 以及将设计导入公共建设等面向 都是县政府团队希望了解的重点 工程的能量是有限的 但是在这两年我们无论是全民运有29个场地 同时要启动 还有我们很多的建设都在动 所以整个工程能力我就想要请教市长 因为市长的建设也是非常多 我们刚才一落地这么多的建设 怎么样让它很好的有秩序的规划 不会影响到市民的交通动线 这都是一个考验 这如何去做内控控管工程的控管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我跟我的建设处邓子余处长说 你真的要好好的请教我们的新竹市 看如何在工程 第一个能量上如何满足我们现在要做的 第二个如何在工程的进行当中 不会妨碍到我们市民相亲的进出行的安全 市长林志佳在座谈上分享新竹经验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市民不管做大小事都是市政府的大事 第二阶段开始得到市民肯定之后 市政工作永远没有最好要不断的努力 第三阶段市政工作没有奇迹只有累积 第四阶段抱持着没有不可能的态度找到问题 并且解决长期以来的问题 徐县长也带着这个县府的伙伴同仁来到新竹市 那主要是对于我们几个公共建设 花联县政府下了功夫他们很感兴趣 好比说我身后的这个新竹公园 新竹市立动物园 那县长对于一个旧的空间要如何重新规划 然后打造一个成一个市民非常宜居的一个环境 感到很有兴趣 那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些介绍 花联县政府在交流的活动当中 分别参访了动物园南辽鱼港 花联县长徐正卫也表示 花联今年将启动北中南东公园计划 加上国立海洋资源博物馆也将来到 如何让公园的建设更完整 海洋资源博物馆串联周边景点 如同南辽鱼港有完整的整体规划 都有赖向新竹市政府取经 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